这里不是新闻联播 这里是方言娱乐匠 娱乐圈中女明星体重几乎都不过悲 因为身材纤细或者有曲线美才能更好的驾驭礼服 但其实这并不是衡量穿衣好看的标准 减肥成功的严妮近期出席节目 穿穿一袭红色的吊带礼服裙 让小编又一次惊艳了 网友们爆料前段时间看到以前的她 那时候体重有一百二十斤左右 现在瘦身成功只有一百斤上下 瘦身成功的她身材比例超级好 凹凸有质的身材让她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雷身红裙也很好地修饰了她的身材比例 凸显她的大长腿 收腰设计也可以展现她的腰身 上半身的设计好像一朵含苞带放的花朵 胸前小小的镂空设计显示想展示性感的小心机 虽然严妮瘦身成功 但是胸部并没有减小哟 那也是减肥的女生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拥有好看的胸型是很重要的 那件衣服展示了眼妮好看的胸部比例 陈都里也以一系大红色的裙装火上了热搜 那种复古港风的她被网友金夫太美了 上半身是吊带设计 下摆的裙摆超大 很像迪士尼公主群哦 尤其是后背超大的蝴蝶结 让后背的风采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妆容风格清淡的设计 五官小巧精致非常可爱 搭配少女心满满的白色花朵 设计耳环手镯超显嫩 不过也暴露了陈都林身材的缺点 胸部比例不好看 正面照还看不太出来 侧面的照片都看出来了 显得整个人没得气死 48岁100基尼颜音 活25岁80基尼成都林 同穿红色吊带裙 网友们纷纷感叹 贫胸而论还是胖点好啊 不减肥了 虽然看不出来两个人23岁的年龄差 但是身材差别还是一眼都看出来了 你们更喜欢他们哪个的身材耶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与小编分享一下啥 龙门阵摆起来都看方言小将